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要辗转于春秋 微谱舍爱与自由 穿过荆棘越过几重高楼 千残过尽谁余游 人离境世世跌宕 为天下苍生 忍不清最初的天真 誓言我低深深此行天地可真 越黑暗中越多无辱星辰 愿走过命运浮沉 偏向阳而生 年华一瞬年作永恒 前路漫漫 心中有不灭的歌 有一人在迟迟的歌 有一人会将梦完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竟连他也没报仇 你是在怪我 我只是觉得 如果不胜我 他就不会死 孙家是自作自受 孙儒勾结庄文丰 贪莫赈灾粮 导致鸡民遍地 千万百姓流离失所 难道他不该死吗 至于你那个朋友 我留了活路给他 是他自己选了思路 我说错了吗 世间残酷谁人不顾 他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了 却不懂得珍惜 死了也好 懦弱的人 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公主 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 当然 成为女帝 改变南臣腐朽的朝政 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那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这个初心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我问你 一人之命 于一家之命 孰轻孰众 一家之命 于一国之命 孰轻孰众 舍一人一家 保一国百姓 有何不可 任何事情 都是要付出代价 可同为助手 为什么孙儒必须要死 而周子山却活得好好的 全意之计罢了 等事后到了 他自然会得到英勇的惩罚 好 好 屈性还真不小 黄叔 黄叔 不知黄叔驾到有失远营 还望黄叔恕罪 是本王不请自来 讨扰公主 黄叔前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要吩咐 也没什么 只是想对公主说几句话 黄叔请讲 刘家喜耳恭听 悬崖勒马吧 黄叔这是何意 你父皇生前 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同事操戈 他希望他所有的孩子 都能平安到了 也希望你们能够 守族相爱 相互照顾 可惜呀 事实总是难如人意 看来 你是不愿迷途之反 迷途 那黄叔觉得 什么才是正道 正道 便是你父皇的遗命 他既然传位给尘了 本王便会誓死拥护 有人要是敢包藏祸心 动摇我南辰之根本 本王定不会手软 那柔家便拭目以待 想当初 你我二人 还有孙兄 同灯金宝 打马游截 是何等的一起风法 可一转眼 可一转眼 故人便已息去 孙兄为人 光风机远 从无门帝之间 从一开始 便对我照顾尤家 我心中甚是感激 你知道吗 孙兄曾经跟我讲过 他虽身在庙堂 却心在山野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可以像 咸云野鹤般的游离人间 空闲的时候 跟三五之交 推杯换尘 便是人间吉隆 他却如清风明月一般 只不过 坐进了一个小人 我嫌弃还并不确定 但我见你如此忧伤 我相信 孙兄之死 不是你刻以为之 而是你背后的人 在推波助来 沈兄 你当真了解 柔家公主其人吗 你知道吗 我的老师 同样也是死于非命 而起因 便是你的大肆宣张 我知道 你也并未想过 要置他于死地 是柔家公主 为了拉我入局 先利用你 再派人杀了我的老师 后来还要嫁祸 在孙家头上 可是沈兄 我知道你未必是想参与其中 既然你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确定 还要因为自己的私心 继续助纣为虐吗 卓卓华 你怎么来了 略作叨扰 还望宫主 不要见怪 你这话跟皇叔倒是很像 那公主应该能猜到下官的来意 卓华怎对我如此声说 下官以为公主心里是明白的 你我志同道合且境遇相同 亲缘淡薄又同为女子 脚下的路有多难走 我们都很清楚 既然如此 我们更应该同心同德 相互扶持 走完这条路 下官以为公主此话不对 哪里不对 起初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并肩而行 后来 我又以为我们至少是殊途同归 可到如今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早就背道而驰 分道量镖了 你我昔日轻衣 便如此残 既然他不是台军 所以就别怪我心狠了 就别怪我心狠了 那片青丝 公主 你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梦似红花共度 柔情若离若素 让一生剑不断 错落的人间着目 缠世的烟花 终究留不下 南天梦伤 没事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公主 我不值得你们感谢 是世道亏欠你们 没有谁 是敌人梦伤 早点你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事算就在 孤独通城里喧哗 云千秋 不知你愿不愿意 跟我这个罪人 相思何苦 痛醉 落日开不出 沉稀舞 流年飞游轻浮 回应真正刺骨 烈人鲜握不住 转身轻红着陌路 尘世的烟花 终究留不下 终究留不下 满天流下 那枉然的夜霞 想问你如何所在 谁又在命运的悬崖 把离别云染成泪花 沉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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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烫啊 你醒醒 你别乱动 要不先喝点药 痛 疼 要我给你揉揉吗 慢点啊 慢点啊 你醒啦 喝点药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是光明镇大走进来的 你家也不关门 再说了 要是没有本公主的搭救 早就已经烧傻了 不过你家 怎么一个下人都没有啊 你昨天在院子里躺了一晚上 都没有人发现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就都让他们放假了 那你家没有下人的话 我就更应该留下来照顾你了 多谢荆安公主的搭救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荆安公主请回吧 不是 你 你别动 你是真的想被烧傻吗 好像也不关你的视频 你 行 那你把药喝了 我就走 我要亲眼看你喝完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我一个外族公主 布置礼数也就罢了 儒家公主 可是冰清玉洁的金枝玉叶 竟然也一大早上 往一个男人家里跑 静安误会了 本宫来找沈大人 是商议一些关于季善堂的时候 你别在我面前装了 我可不是相信你画的大傻子 罢了 你年纪小 口无遮了 本宫不与你计较 不过你也不要玩得太野了 别忘了 你家兄长 还念着你 你病了 公主怎么来了 你已经回了 为何 还蛇浅浪 不足公益 是 你只是在做什么 我再用酒给你降温 公主不必飞行了 我已经觉得好多了 是吗 我看你耳朵还很红 以为你还烧着呢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你 那日我说话 是过分了些 可孙云谦之死 确实在我意料之外 我何尝不知道你们是朋友 就算不顾忌他 我也要顾忌你呢 你这病了一场 该好好补补才是 公主秦尊一归 就不用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沈大人既然知道我们公主尊贵 那应该也知道 公主何时这样照顾过别人 为了给你熬汤 手都烫伤了 轻力朝 可静 水月问金花 相思何故 落日开不出 晨曦舞 流年飞摇轻浮 回忆阵阵刺骨 别人心握不住 转身进恍然陌路 城市的烟花终究留不下 满天流沙 那枉然的衣裳 想问你如何作答 谁又在连连的雪崖 花离别云染成泪花 心惨就在孤独通缠 飞翼喧化 城市的烟花 终究留不下 满天流沙 我清静的牵挂 任你要如何收下 听风声下 缩了安阳 遗憾从悲欢里发芽 清晨就在孤独通缠里崩塌 清晨的年华 我甘愿为你抵挡风沙 沐清 你觉得如何 沐清 你有在听朕说话吗 陛下 臣欲前失疑 不用跪不用跪 朕就是随便问问 你今日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心神不宁的 陛下 臣 臣 臣今日有些 腰酸背痛 不太舒服 想必是近日 忙着推恩制的事情 给累着了 去 宣太医 陛下 臣惶恐 臣 臣只是一点小毛病 过两日便好了 实在不必劳烦太医 可是 陛下 臣真的没事 只是 陛下 依老奴看 这沐大人不像是病了 那是什么 约莫是女人的小日子来了 原来是这个呀 朕 朕也是小差了 那是 要不这样 朕放你半天假 你回去好好歇息歇息 谢谢陛下 臣回户部 把事情做完 就回去歇息 行 那你要注意身体 不要累着了 哦 是 臣告退 陛下 恕老奴直言 参见丁王殿下 谢谢王爷 这是宫里的车 今日陛下得知我身子不适 是 就让宫里的马车送我回来了 陛下对你可真好 陛下对王爷才好呢 我哪比得上啊 这是一家醋坛子倒了呀 哦 是我家的呀 黄公主 直接留在定经不好吗 也让朕这个做晚辈的 在您跟前尽其笑啊 是啊 山高水远的 朕一走 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在江南住久了 不习惯领经的气候了 陛下身为天子 事务繁重 还来为我践行 朕是折煞我了 此言差矣 朕是晚辈 寻常人家 晚辈都会给长辈践行 朕这是应该的 寻常人家的孩子 到了陛下这个年纪啊 早就成婚生子了 不错 可是哀家怎么说都没用 陛下总是躺塞敷衍 怎么又说这个呀 陛下 你老是告诉黄姑祖 是不是心上有人了 怎么可能 看来刘臣果然对慕卓华有意啊 我在江南时就有所察觉 你说 她会不会因此失了方寸 为了美人 跟刘眼闹翻呢 公主真是慧眼如炬 说起来啊 前几日 我还见到了咱们南臣的 那个女炭花 当真是机密 是啊 卓华才华横溢 不输须美男儿 都大姑娘了 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跟黄姑祖撒娇啊 黄姑祖 佼佼想像您讨一样东西 黄姑祖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 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 黄姑祖啊 也会想办法帮你摘下来 黄姑祖 你能把朱邪剑给我吗 朱邪剑是国之戾器 只有国家在威王的时候 才可以现世 如今世家弄全 难道还不是国家威王之计吗 佼佼 你什么时候 对朝堂中的事感兴趣了 我也是皇家血脉 关心南城江山社稷 本就是名震言顺的事 名震言顺 佼佼 莫非你想坐那个位置 黄姑祖 那些安邦治国的学问 不都是您教我的吗 您应该很清楚 论才能 我比刘臣强太多 我为帝 才是百姓之福 我当初教你那些 是希望你能名势力 没想到 竟助长了你这种心思 我有这样的心思 有何不对 佼佼 那可是一条万劫不复之路啊 看似尊贵无双 实则如履薄病 一刻都不能懈怠 婚君才会如履薄病 我定是一代民主 得臣民拥护 佼佼 你自小颠沛坎坷 我是万万舍不得 你去冒这种风险的 我只希望你能做 快快活活的南臣大公主 好 黄姑祖 可是佼佼只想要那个位置 如果您真心疼我 就把朱蟹剑给我吧 绝无可能 佼佼 佼佼 你怎么会动这种心思呢 你就死了这条心 不可能呢这是 黄姑祖 你消消气 是佼佼不好 黄姑祖 你消消气 是佼佼不好 您别生气了 黄姑祖 黄姑祖 您消消气 是佼佼不好 俏俏 你跟我回去 回江左 咱们太平过日子 好吗 听皇姑祖的话 皇姑祖 我是不会给您回江左的 我只想留在定睛照顾您 我怎么有点头晕呢 俏俏 你 你给我下了药 皇姑祖 这药对你一点害处都没有 只不过让你没有力气罢了 交交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小七 你瞧你那份德行 知道明白的 是你让小七帮助一下咱们幕府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舍不得姑娘呢 你怎么 净说她是坏 母亲 穆老爷 陛下 建议把此事做了判处 便是有个了结了 日后 只要安分行事 便可高枕无忧 你放心 我会盯着她 就算我这双眼睛盯不住 还有十八个妹妹帮衬着你 小七 不是爹说呢 你爹我虽然是多情了一点 可是每一个妾室呢 我都是给了名分的 都是我堂堂正正的穆家人 你说你 还不如你爹我呢 人家要个名分 你都不给吗 你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不地道了 你是地道了 咱家的这个地方都不够住了 你那点哗哗唱 你以为任小七看不到吗 你不就想当义州王的岳父吗 你别老出传我的局 行了行了 赶快走吧 要不赶不上投诉了 好 那我们走了 小七 你是做大事的人 穆家呢 当不上你 但是你放心有我在 他们断不给你添乱的 你就大胆往前走吧 谢谢母亲 来了 没有水一味道影月儿圆 轻轻洒落你眉眼 稳河如胖 到了直卷 都靠向空轻泡这瞬间 有空独的 几盼去 这面眼 你如花蕾 想吃饱子吗 那易正王请客 怎么说 都得依品格吧 什么时候短过你们去喝 我不用想蹭顿包子 没想到还卖完了 王爷 要不然咱们去市乡居 我听据弟说 那儿来了一个大厨 我特别会做电影 好啊 一起烛火下地心待愿 不在乎深高吹深渊 心有你在 不去忘 翻了脸 你如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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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圆了我的岁月 流远 万一千年 低不过上半路远 你如花蕾 变远 你如花蕾 我要不要 给他一个瘾粉 海落尽 我聊天 你如花蕾 端庄旁的姑娘戴上 定会宣兵夺主 也就云云能压得住 不愧是世家第一贵 对不起 本姑失言了 公主折煞云云了 您是云云的恩人 云云感激您都来不及呢 云有头债有主 我定要让木卓华好看 卓华 或许有苦衷 罢了 你若有什么难处 就告诉本宫 本宫定会全力帮你 多谢公主 靳安回来了 本宫见你眉间近视喜色 看来玩得很开心啊 和沈大人在一起 自然干什么都开心 靳安公主来南辰这般久 规矩礼仪竟还是如此生疏 怕是一颗心都铺在情情哀哀上 忘记了郑锦氏 也不知道是谁 吃炼衣阵亡多年 最终熬成了老姑娘 你们两个一见面就伴随 咱们都是自己人 该和睦相处才是 什么是自己人 好 靳安夫如宁之 戴上这群南珠 定是光彩独木 刚才芸芸说的也不无道理 明日中秋宫宴 你可不能失了体面 毕竟你来南辰 不是为了游山玩水的 好了 先失陪了 黄姑祖 黄姑祖 我知道您醒着 您就这般不愿意见我吗 黄姑祖 黄姑祖 我是您最疼爱的佼佼啊 您不是说 就算我要天上的星星 您也会摘给我吗 如今 我只是想要珠邪剑而已 您为什么就不肯给我呢 而已 你 那轮一起 命不了生 苦的 还是天下的百姓 焦焦 别再执迷不悟了 执迷不悟 黄姑祖 我最不能理解您这一点了 您明明有能力 就是没有勇气迈上去 毕竟当年 您离那个位置 只差一步之遥 可我不是您 我不会留在江南 那一亩三分地上虚度时光 您没做的事 就让佼佼帮您做吧 您就留在定睛 看看我如何光复六世记忆 年年不忘情未了 在耳边撕咬 回忆出了脚 无处停靠 凉凉相望 雨晓晓 谁化作云烟飘摇 留下心的孤岛做 无碗波桃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拥抱 用一生灼烧 在前方过境里寻找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上 生死死缠绕 为一颗心跳 用天荒平调 永不离散我们早 说好 多久 失识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拥抱 用一生灼伤 在前方过境里寻找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我不敢换钱不扰 为一个心跳 用天花平调 留住你一眼哪怕多一秒 在练习掉